各位朋友大家好 想和大家回顧上星期的黃老師懶人組合 上星期美股有明顯反彈 基於兩個情況 一個是通脹的數字比預期低 例如通脹CPI按年是2.9% 市場預計3% 上月數字是3% 即是比預期低 按月和上月持平 核心通脹和市場預計差不多 但比上月低了 所以市場覺得減息的機會越來越高 另外減息之餘 再前一個星期的美股下跌 除了日元拆倉之外 也有人擔心美國經濟開始暴入衰退 但上星期有個資訊 美國密歇根大學8月消費者情緒指數 升至67.8% 高於市場預期 即是美國本土經濟不太差 我想美國市場仍可看得好些 因為現在的狀況 美國經濟放緩是肯定的 但慢慢地放緩 又慢慢地減息 是一個最好的情況 對於經濟來說 所以我們看看 標普500指數 上星期有接近4%的升幅 恆生指數也做得不錯 有2.77的升幅 亞洲高息股方面做得相當好 4.71% 亦因為預期減息的情況 機會越來越高 所以對於高息股來說 吸引力就會增加 還有少許擔心美國經濟會放緩 所以亞洲吸引力就高了 而且因為美國預計減息 美元也弱了 所以亞洲資產計價比較吸引 我們看看 股息增長組合 3.116 表現是做得不錯 已經升上賣入價 還未計算之前的升幅和派息 而ETF60萬組合 我們是80%買3195 恆生標普500指數 以及3077就是PP 美國國庫債券 主要是三個月的美國國庫債券利率 因為預期有機會減息 所以表現比較外濟 但也不錯 剛剛是每季的季色派了 所以現金的比例也增加了 標普500表現也做得不錯 暫時跑贏 恆生指數同期 由5月2日開始 NPF組合 我們是20%保守 80%是北美股票基金 你看到表現也是跑贏 恆生指數 所以我們看看 整體來說 表現也是平穩的 所以仍然不會有大大變化 希望市場平平穩穩 今天的更新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聽 希望大家繼續訂閱、分享、留言和按讚 謝謝